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红颜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的朱先生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朱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 那我想先请朱先生跟我们分享 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来自于对客户的热忱 还有对自己工作的一些 历龄来的评比表现 让我想要有出去创业的一个动力跟决心 是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红颜机械是在做什么的呢 我们红颜机械主要在负责工业类别的 转动设备以及相关的配管工程 及铁键的修改 所以这部分比较是属于你的客户都是以短业主为主 没有错 那刚刚因为有提到说转动设备这个买卖的部分 对于一般人来说因为比较无法去触及到 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使用的方式或者是面向 所谓工业用的转动设备就如同于大型的电风扇还有大型的发电机或引擎等等 会转的东西 像电风扇啊引擎这些等等 对对对对 对那应该说本身在创业初期一定是也很不容易吧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以目前来讲 人力是我们这边最大的瓶颈 那其余的部分 经由其他前辈的肯定还有客户的肯定 基本上是不太还蛮顺利的 是因为其实在人力复制上本身就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嘛 是那你觉得是说你们最主要的经营核心理念是什么 所谓的经营核心理念就是 以客户优先 以客户的意见为导向 提供专业的服务 良好的态度的收获服务 这样子 是那一直以来你有没有遇到是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人事物等等 基本上创业以来 倒还蛮顺遂的 那主要还是感谢我的前老板 还有一些前辈的支持跟一些客户的肯定 主要是一路走来都有一些贵人相助 就特别想感谢他们 对对对 是可是以现在目前来说在工业的部分 其实在同行竞争其实也蛮激烈的 那你觉得你们最大的优势在哪边呢 同行的竞争蛮激烈是没有错 但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的工程作业的细腻度 还有与客户的沟通 那当然还有我们有良好的收获服务跟态度 这个是可以支撑我们客户的一些动力来与 是等于说一直以来都是 但是真的是贵人相助在过程当中 那你觉得说对于整个公司的未来发展 可能包含像短中长期 有没有大概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公司的未来 短期内当然还是以 培养目前来培养年轻的工作同仁 这些伙伴为优先 那就是培养他们的工作乐趣 然后培养忠诚度向心力等等的 那中期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在未来三年内属于中期的部分的话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同业伙伴看见 可以一起来配合搭配 然后可以让所谓的客户端 来获得更多客户端的肯定与支持 长期的部分 但就未来而言 还是以大方向 看整个台湾市场如何 再来做后续的决定 是 就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个方向的走向 那如果当今是一个年轻人好了 他可能未来也想自己出来创业 那会有什么建议想给这些人 如果未来想要 有心来做我这行业的年轻人的话 希望他就是先培养 专业的技术理念 专业技术的知识尝试 然后再培养一颗热情不灭的一个心 就是他可以透过一步一脚印 把自己的专业技能 把他学中做 做中学 并且秉持着坚持有热情的心 没有错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 邀请到朱先生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在创业一路走来路程 那么谢谢朱先生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朱先生 谢谢 好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告诉一师 都 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